昨天刚刚有一个年轻三宝石 我看是17、18岁而已 他说我的是第一名 就是我跟他讲不是我的第一名 这是我的适合你的口味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贤华 我是金顺利的贪主 我今年58岁 这个是我太太 嗨,我是Jekylline 我53岁 我们在这70岁 Zaya Riverside Food Center 主要的是卖猪炸汤 乳猪脚 我为什么会做这一行 是我外公40年代的时候 他已经在卖猪炸汤了 那个时候是在 金顺利 这是在 Muhammad Sodhan 靠近Muhammad Sodhan 那边卖猪炸汤 以前我公公的时候 我十多岁的时候 他要教我 我跟他讲我不要做火锅啦 我没有兴趣 我很坚决的坚定的跟他讲 我没有十多岁嘛 那时年轻嘛 不懂世界是什么 以前我看我工作很辛苦 他们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做了 我看两三点就要洗脏来 找脏好洗大肠 他们以前做的东西比较 比较跟做古早的 比较strict的啦 就是follow那个古早的东西 小贩又很油啊 以前那个时候十多岁的都是爱清洁嘛 爱美丽嘛 爱漂亮啊 就不喜欢做小贩 以前他们就搬来搬去 政府敢那边不可以就搬过来 搬来这边有几年了 爱美丽嘛 爱美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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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沙肠 是什么沙肠的 沙肠的沙肠啊 沙肠的沙肠啊 外公在这边的时候 他搬来这边 他没有办法做那个卖猪杂汤 他卖杂采放 因为他们以前的人喔 他猪杂汤 他们洗大肠的时候 要一个很大的地方 才可以洗那个大肠 他们还可以做很多 那些内脏的东西 所以他搬来这边 他不习惯卖那个猪杂汤了 过后他租给别人喔 租给别人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小问题啦 我之前是在做这个促销的 促销的 在做了差不多七年的时候 七年啊 做了也七年了 我做工那边也就是说 我做到七年的时候啊 已经啊 觉得我没有再 办法进步下去咯 就来这边 takeover他的档口 我在这边已经二十多年了 已经算 假如算读书 我已经读完大学了 我每次跟人家开玩笑 说我猪大 人家牛大 还有英国 我是猪大 他起初说要做浩克 我说你要卖猪杂饭 你会嘛 我们都是外行嘛 我那上次是做admin 然后刚刚 after confinement 我就帮他啦 起初我是说 我帮你咯 然后你会的时候 然后你就去请人 然后他就跟我讲 就做做做 第一天他就跟我讲 哇 我搞不定 然后我就首先 哦搞不定咯怎么办 然后他说 可能你要 resign咯 然后然后我就 就OK啦 决定就办好 所以 所以 从1999 我们一边 他一边卖 我一边裹 我一边裹 我就切我的肉 这些啦 切大肠这些啦 一边卖 一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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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裹 所以我们的开 开档的时间 我们会比较快一点 有一次我们搬家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 这两张来生啦 我供的来生啦 就是50年到 还有53年啦 我公司之前已经做了 还有我们找到 我公公以前要教我 那个 那个猪杂 猪杂秘籍啊 我们拿到这个 猪杂汤的 的 的 的秘籍啊 秘方啊 就是我们 还有改良 改良一些 比较现代的口味 没有这样重口味啦 有一次 台湾的乳肉饭 他们好像 比较吸引 年轻人去 try 我也是有跟他们去 try 所以我觉得吃了乳肉饭 咦 可能我们可以配 汤跟饭 所以年轻人 会来吃我们的东西 我就想到 假如乳肉饭 就是很多人买乳肉饭啦 我就 额 额 我自己的 面糊鱼肉 这好像比较 自家製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念要吃 这个味道 你就要回来我 回来这里啦 也没有这样重口味啦 因为我们感觉 重口味的 你吃几次 就会腻了 所以我们没有放这样 重的口味 在这里 我们的客户 是年轻的就是 吃这个 我们的猪炸汤啦 还有那个肉燥饭啦 是套餐啦 比较有年纪的人 比较有年纪的人 他是吃卤猪脚 还有鬼爪 我们有放大肠饭 猪肚饭 鱼肉饭 现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 后来改变 我有出一个 是热式鱼肉 热式鱼肉饭 就是我用那个 日本的酱 的料理 来调味那个 鱼鱼鱼 以前我们认为 他们不敢吃 有一个时期 现在也是很多人 都会吃这些东西的 这个是传统的东西嘛 应该 每个都要尝一尝啊 好不好才另外一回事啊 对不对 每个要try一下啊 没有假如 这个传统啊 没有了 哇 你要尝也没有机会尝 昨天刚有一个 他的妈妈来 他的妈妈说 我女儿 说你的是新加坡No.1 新加坡No.1 他的女儿 最后还再repeat多一碗 叫多一碗 他说哇 你的真的 真的好吃的 小小年纪耶 所以我看了也是很高兴 他说 不是我的好吃 是你喜欢吃我的东西 我是我的 我也是有一小小吧 我也是想吃那个 整个好心 我也是想吃到 他也是很高兴 帅战 我嫌给你 我也是想吃的 我也是想吃的 我也是想吃的